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杭州站将在10月19 20日两天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私地展厅举办 更宽松 更有趣的游戏体验 更新鲜的游戏试玩 更令人期待的互动嘉宾 当然还有不能错过的兑换礼品 核聚片托2019杭州站现在已经在大麦开票 让我们用游戏的热情连接虚拟与现实的世界 各位密葬月人 大家好 我是小肠闹 欢迎来到潘多拉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家庭电台节目 做好准备 我们出发啦 我明白了 太好听了 真的 对 这首歌 疯了 句好听 欢迎大家收听 刚刚有点激动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家旧story节目 我是Nadia 我是西蒙 我是达巴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无主之地故事节目 陪您度过欢乐的国庆节 陪您度过欢乐的国庆节 然后终于也是把我们下期录制完成了 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录制完成了 然后刚才开头大家听到首歌曲 被选用作了无主之地2的开头歌曲 叫做Short Change Hero 也出现在各种剧和电影里边 我怎么记得好像仿佛那款 Rebel Galaxy一代的 也有 也有这首歌 全然就跟西部 因为特别符合这种 对 这种风格 就在一片这种荒芜之地上 对 就特别符合这首歌曲所描述的这种场景 孤独的英雄 是的 互相对话 我知道你从哪来 对 然后大家都知道 每一代无主之地都有一个小的开头动画 然后都给你放首歌 然后它有动画的几名角色 这种小展示什么的 那玩过一代二代前奏 然后包括这个无主之地传说 我个人觉得 然后还有三代 然后我个人觉得 就是二代这个开头是做的就最有感觉的 对 也是最好听的 对 就特别特别棒 我就做的 所以这一期 而且主要也是我们将 继续我们的故事 从这个无主之地2开始 对 然后继续讲述 在潘多拉星球上 以及一些其他星球上发生的这个事情 是的 对 主要是彭拉星球了 对 然后在正式开始讲之前 还是有一些要说的就是 感谢虎人 对 然后因为我是为了比较顺畅的 能把所有的故事给讲完 所以可能比如说 如果听节目的朋友 如果你特别熟悉这些代的剧情 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我略过了 或者说有些地方我没讲 有些没讲的地方是 可能我会放在后边来讲 因为这样的话 顺序会比较的流畅 比较流畅 对 然后比较能让大家更容易接受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地方 是我个人觉得 对于我想讲这个故事来说 不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我就直接就略过了 所以我希望让大家能够有这个感受 就是玩过系列游戏的朋友 熟悉剧情朋友 就你听到这些故事之后 能够回想起来 自己当时在游戏当中 见到的那些人 看到的那些事 快高考了 那老师给你抓重点 对 咱们就直接抓重点了 然后没玩过系列游戏的朋友 但是想玩无日立三 或者正在玩无日立三的朋友 你听到这个故事 你也知道前边这些系列游戏当中 都发生了什么 然后你在三当中 见到那些人 之前都干过些什么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 对 这是我想让这期节目达到的效果 然后还一个事情是要揪个错 是上一期我说到有这么一个地方 叫做New Haven 然后对 不是Heaven 对是Heaven 应该是避风港 避风港 对就类似这样的地方 然后九条措 非常抱歉 差这个字母 对 差了一个字母 对 然后那么我们故事就开始了 上期我们说到 捷克已经正式变成了帅捷克 因为他这不是已经打开了一个秘葬吗 然后他通过这个秘葬 他看到了自己打开了潘多拉星球上的另外一个秘葬 而且释放出了一只威力极强的怪物 然后他就觉得说 原来我的未来就是 我又打开了另外一个秘葬 而且释放出怪物 然后这些怪物听命于我 然后我统治了这个潘多拉星球 是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这不是被利利斯等人 阻止 也没阻止 阻挠 对 就是阻挠了 然后在他脸上留下了伤疤 所以他戴上了面具 然后变成了帅捷克 然后这段故事不就结束了吗 然后当时前去营救帅捷克的这四位赏金猎人 也是各奔东西 大家都有自己的追求 像雅典娜 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斯普林斯 NPC角色 坠入爱河两个人 然后回归了赏金猎人的生活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然后其他成员 有的选择跟随帅捷克 然后也有的选择离他而去 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在这之中 有一个成员比较特殊 就是小吵闹 因为有一天 杰克很想获得小吵闹 因为他是一个系列的机器人 他有很多 就统称为Clap Trap 然后之后 帅捷克想获取系列机器人的原代码 于是他通过一种装置 让他自己的队伍 进入到了小吵闹的内部 就这个系统内部 进入到了电子世界 赛博空间 电子世界争霸站 这是一个地方 然后在这里 他们发现小吵闹 有这么一个潜意识 然后这个潜意识 非常的邪恶 想要通过亥波龙来统治世界 然后他们就打败了 小吵闹的潜意识 然后在这个时候 就是小吵闹 小吵闹的潜意识 跟小吵闹说 如果我们两个合作 我们可以统治潘多拉星球 可以统治世界 但是小吵闹 因为非常信任捷克 他觉得他追随的是杰克 所以他不能听你的 对 他拒绝了自己的潜意识的要求 幼稚 要求和请求 对 然后帮助帅杰克 打败了自己的潜意识 然而打败之后 帅杰克就突然 就背叛了小吵闹 因为他拿了原代码了 然后他就一键破坏了 所有的小吵闹机器人 然后包括就在他们面前的小吵闹 然后在小吵闹 演演一息的时候 帅杰克又补上了一枪 并且把他大蟹八块 把他的残骸和尸体 从悬崖上扔了下去 没有人性 对 没有人性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杰克已经疯了 已经陷入癫狂状态了 心中已经什么都不想了 想的就是 我要去打开潘多拉星球上 我看到的秘藏 对 别的事情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然后小吵闹就这样 遭受了背叛 而且并被谋害 从悬崖上扔了下去 然而小吵闹并没有就此离开舞台 他的残骸被一位热心人捡到了 热心人叫做铁壁爵士 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 在二代当中 你见到的第二个MVC 除了小吵闹以外 Sir Hammerlock 长得特别酷 特别帅 然后感觉是那种 特别有追求的一个人 潘多拉著名热心事 对 然后铁壁爵士就把小吵闹的残骸 又拼凑了起来 然后把它进行了修复 然而由于零件短缺 铁壁爵士给小吵闹装的轮子 没法实现爬楼梯的动作行为 所以大家知道 小吵闹一生当中 现在最大敌人就是楼梯 因为他爬不上去 三代里其实有一个特别小的 小的就有一个坏掉的 说测试爬楼梯摔死了 对就特别搞笑 他们机器人 然后之前我们也说 还在有很多的密葬猎人 前来潘多拉想寻宝 想翼展宏图 然而捷克把他们都暗算了 暗算方式就是炸火车 然而有这么四位 异高人胆大的密葬猎人 没有死于这场事故当中 没有死于非命 也就是我们五日第二当中的 四位主角 然后主角是谁的名字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大家因为说多了之后 名字会非常混乱 也不重要 大家知道有这么四位主角 说了也巧 这辆火车爆炸脱轨 正好被小闪闹看到了 然后看到之后 小闪闹就想前去搜刮一些物资 反正也没人要了 这火车上人都炸死了 所以我就搜刮点物资 然后自己囤起来 然而他看到四位密葬猎人 没有死于非命 还活着 小闪闹非常惊讶 并且非常的欣喜 他觉得这四个人天生不凡 一定能够帮助我打败帅杰克 而且四个密葬猎人 现在也知道是帅杰克想暗算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也必须得打败这个人 那正好就强强联手 小闪闹强吗 但是 小闪闹曾经还挺强的 当然到后来就变成一个傻子了 弄头青 然后四位密葬猎人 在小闪闹和铁壁爵士的指引下 一路杀到了潘多拉星球上的平民聚集地 一个新的地方叫做避难所 然后避难所里除了平民以外 还有罗兰领导的赤毛运兵团 上期我们说过 现在赤毛算是变成好人了 就付责保护平民的安全 然后刚刚抵达这里 赤毛的一名士兵说 说我们领头罗兰 被一个叫做火鹰的人给抓走了 想让四位大哥大姐帮忙把罗兰救回来 很快 主角们就发现火鹰说的其实就是莉莉丝 因为在一代当中 由于打开密葬 然后导致易矿的爆发 莉莉丝发现易矿能够强化自己的魔女能力 当她使用能力的时候 背后就会长出一对火焰翅膀 所以大家都管它叫火鹰 一个新的绰号 然后利斯告诉他们说 并不是我把罗兰抓走了 因为我们都是情侣了 现在可以算是 真正把罗兰抓走的是另外一波土匪 然后如果你们能把他救回来 他就能集合起一支军队 然后咱们就可以一同消灭帅杰克 然后当然也很快 密葬猎人一路又是披荆斩迷 然后救回了罗兰 然后罗兰表达了感谢 并且告诉他们 现在赤毛正在计划对抗帅杰克 然而还需要另外两个人的帮助 这两个人是谁 就是布里克和莫迪凯 这两个人 上期我们说过杰克又杀回到了Old Haven 然后并且重创了赤毛 农兵团 然后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布里克和莫迪凯就离开了罗兰和莉莉斯 他们就各自谋生 然后布里克成了一个土匪帮的头 然后莫迪凯就是自己非常孤独的在外边流浪 当然也是中间这个剧情就不多说了 他们很快又找回了这两个人 初代的四名密葬猎人 重组了 集结完成 其实前面没有说 除了我们这回的四位主角 除了受到了这些人的帮助 还受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帮助 这个人是谁 就是天使 天使仍然在帮助来到潘多拉的密葬猎人 当然这次他帮助他们的目的 并不是说帮你们找到密葬和打开密葬 他这次帮助他们的目的 是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消灭帅杰克 他父亲 对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消灭帅杰克 所以你们可以听我的 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这个人凑齐了 他们计划的第一步 就对抗帅杰克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抢夺帅杰克已经拥有的密葬钥匙 抢夺的方式 就像帅杰克最喜欢做的事一样 就是炸火车 计划非常顺利 然后他们得到了密葬钥匙 顺便还得到了一块能源电池 天使跟他们说 说这块电池 可以为你们的避难所提供 保护屏障的供电 你装上之后 这个屏障就能防御 从海博龙卫星上的进攻 然后密当令人就很听话 就把电池带回到避难所了 然后装到屏障设施里之后 阴谋 然而避难所的屏障 在一瞬间之内被瓦解 然后主角团 就我们的四位主角和齿毛团 意识到自己被天使给骗了 这电池就是个陷阱 然后帅杰克早就料到了这一步 他就想要我们把电池给拿回去 然后立刻就从海博龙的卫星上 发起攻击 情急之下 利利斯使用传送能力 直接把避难所带到了安全地方 直接把这块土地给扣下来 给弄走了 然后带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然后现在确实也没什么办法了 已经逼到绝路上了 然后这个时候 天使再次来电 请求密葬猎人的原谅 并且发誓说 他真的想要消灭帅杰克 但是这一步是必须要做的 对 然后他也发誓说 在这之后 他也不会再撒谎了 然后我们的密葬猎人 心底下比较善良 又信了 对信了 最后还是选择原谅 并且相信天使 然后天使说 自己被帅杰克囚禁在了 一处海布隆的设施当中 囚禁自己 是因为帅杰克想利用自己 来为钥匙充能 因为他是一名魔女 然后为了想破坏帅克的计划 所以天使就请求说 密葬猎人前来这处设施 营救自己 密葬猎人和赤毛佣兵团 异形人一路杀到设施当中 然后见到了天使 第一次出现真身 第一次出现真身 然后天使央求密葬猎人 和赤毛佣兵团说 求求你们杀死我 这样才能阻止帅杰克 唯非作胆 当然经过短暂思考之后 不忍下手 我们还是扣下了扳机 我们还是扣下了扳机 二代没玩通暴露 但是这个时候 突然帅杰克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然后看到自己的女儿 或者说自己最后一部 最重要的工具被谋害了 帅杰克二话不说 一枪干掉了罗兰 并且把莉莉斯绑架走了 为什么要绑架莉莉斯 因为莉莉斯也同样是魔女 她可以为钥匙充能 然后想这下事就大了 对吧 我们赤毛佣兵团头被杀了 然后二把手被绑架了 对 然后所以逼难所内部乱作一团 然后摆在我们主角面前的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打败帅杰克救回莉莉斯 然后莉莉斯虽然被抓走了 但是她可以通过魔女心灵感应 把跟我们的密葬猎人进行沟通 然后她告诉他们说 我现在被关在哪 然后需要前来营救 我们的四位主角快马嘉宾 赶到了指定地点 然而为时一晚 钥匙已经充能完毕 密葬也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们的主角站在门前 看到一头凶残的怪物 从密葬的门当中冲了出来 然后当然什么也难不倒 我们的密葬猎人 又是三下骨除外 三下骨除外就打败了怪物 当然帅杰克眼看就要败下阵来 想要反抗 然而也很快被我们打翻在地 然后在短暂的思考之后 我们还是杀死了海布隆的CEO 然后一代反派 就此退出了舞台 非常地快速 这段演得很像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 《星球大战前传3》 就是帕尔帕婷的议员 跟阿纳金说 你要杀死杜库伯爵 如果你不杀死他以后 还会什么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所以利斯就跟我们说 你要杀死帅杰克 你不杀死他的话 他以后还会 然后我们的主角 就扣下了奔机 当然也可能不是扣下奔机 因为那个时候你可以选 你也可以用近战 谁也给他打死 敲死 敲死 对 就是这样一个事 然后至此 潘多拉失去了一个 无恶不赦的反派 海布隆失去了一个 极富野心的CEO 玩家们失去了一个 在近些年的电子游戏当中 登场的最有个性的角色 是吗 对 这是我个人的评价 故事里感觉没什么个性 太有个性了 你形容 这个不是特别好形容 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让你咬牙切齿的一个反派 但是有觉着人 就这人从说话 从他这个行为 表演 就演出一种酷 你知道吗 对 嚣张 对 就那种嚣张跋扈的感觉 是吗 对 就特别极致的那种反派 对 就非常棒的一名角色 这次吴侍丽二的故事也结束了 很快讲的 因为我们把重点留给无日理传说 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真正的玩过无日理传说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 TelTel做的 对 它是一个对话选择游戏 主要是看故事 看剧情 然后自己做一些选择 走一些分支路线什么的 然后如果你没有玩过这游戏 但是想看看这游戏到底什么样 我推荐大家上网上看 有很多人做那种 比如说什么9小时全流程的视频 就跟看电视剧一样 对 有中文版吗 官方出版 没有 没有中文版 好像对 主要是英文 但我觉得还比较好理解 然后之后你就跟看电视剧一样 找一个周末 自己弄点喝的 吃的 吃会看 对 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继续说 无主之地传说的故事 发生在无主之地二之后 帅杰克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但是虽然说CEO离我们而去 但是亥布隆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转 然后又会有新的势力 来取代帅杰克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主角就变成了 另一位亥布隆的员工 这个人叫做瑞斯 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瑞斯其实虽然他很普通 但是他很有野心 他很喜欢睡觉客 他很想成为下一个睡觉客 对 我想要崇拜这个公司 当然也不是那种 就是病态那种崇拜 就是觉得这个人很有实力 所以我很崇拜他 这个感觉 就是我也想要成为 这个亥布隆的CEO 我也想要去做 就干一番大事业 然后呢 瑞斯就在这个亥布隆公司当中 这个当一个很普通员工 然而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升职的机会 然后很开心 然而很快升职的机会就被别人给抢走了 被一个亥布隆的高管给抢走了 然后抢走之后 亥布隆的高管还羞辱了瑞斯一般 对 然后瑞斯就很尴尬 就是这个有点这种吃屎的感觉 对 本来以为去办公室是要这个跟他说这个升职了 升职的事 然后没想到变成这样了 然而呢 就在这个高管羞辱瑞斯的时候呢 这个高管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然后这个瑞斯呢 就偷偷的窃听了这通电话 他发现呢 这个高管啊 想花重金去潘多拉购买一个秘葬的钥匙 就是这个高管啊 发现这个在潘多拉星球上有人得到这个钥匙 他想花钱去买这个钥匙 然后把这个钥匙据为己有 然后去打开秘葬 然后呢 瑞斯知道了这件事 然后呢 他也很不满说这个人家对他这个羞辱啊 这个这个越而越而越而这个难受啊 想要报复这个人 那报复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瑞斯决定跟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叫做沃恩 决定了一起结单 就是我先你一步 我拿钱去交易 反正交易那个人也不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 是 对吧 然后我也是这个海布隆罗人 所以我直接把钱一拿 直接把钥匙就抢走了 如果能够 我能够拿这个钥匙打开宝藏 那海布隆公司在我眼里 那也就只是九牛一毛 对 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公司的事了 已经 然而呢 这俩人当然是这个很快来到了潘多拉 这个人生地不熟 加上这个穿着这个海布隆公司的这个制服 然后立刻就被一伙这个土匪团团围住 情急之下呢 瑞斯通过自己的这个设备 召唤来了一个海布隆的机器人 一个武装机器人 然后机器人这个很快就帮助他们打跑了土匪 并且在这之后呢 一路负责瑞斯等人的这个安全 就是一个挺搞笑的一个机器人 就挺有个性的 躲过一劫之后呢 瑞斯终于见到了卖家 然后这个卖家来到了 卖家来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然后见面之后 就是这个黑帮交易这种盘道 就都得说说 而他们交易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是一个这个小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 大家如果玩的游戏的话 会在这个博物馆里边见到很多 在之前游戏当中出现的元素 包括一些角色 在这块呢 瑞斯见到了一个曾经的亥伯隆员工 这个人叫做中山博士 这个人其实这个 大家在二代的一个DLC当中见过 然后这个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克隆了帅杰克这个人的意识 并且把他数字化 存储在了自己的一个装置里边 然后见到这个中山博士之后呢 瑞斯看到他身上还挂着这个 亥伯隆员工的这个门禁卡 然后他把这卡拿走了 为什么要拿走呢 可能是说这个 说如果把这卡交换给这个亥伯隆 可以领取奖励 然后那个事说着就没什么道理 他们都要去拿钥匙来 然后还在乎一个卡 对 但是反正是给拿走了 然后刚刚说到这个开始黑帮交易了 虽然在场双方是四个人 这个瑞斯和他的朋友沃恩 然后麦家这边是一男一女 但其实呢 还有一个人躲在暗处观察 这个人叫做菲娥娜 是一个骗子 一个诈骗 欺诈高手 然后菲娥娜和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是谁呢 就是麦家当中的这个女方 菲娥娜和他的妹妹 莎莎呢 出生在潘多拉星球的一个贫民窟当中 然后两个人从小就在这个贫民窟当中长大 然后以这个行窃为生 在一次偷窃钱包的过程中呢 认识了另外一个这个老江湖 一个男的叫做菲利克斯 然后他们就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一见如故 可以这么说 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呢 就把这个菲娜和莎莎 就当成了自己的这个女儿来养 就教他们这个行片的这个技巧 对 然后教他们这个行片的艺术 然后让他们再去 就培养他们去干一些这个大伙 偷一些更贵的东西 这次钥匙交易呢 其实就是菲娜这帮人做的一个局 这个钥匙根本不是真的 是他们自己这个拿这个什么东西给做出来的 就拼了一个长相钥匙的一个玩意儿 然后呢 想要骗这个害不隆的钱 然后跑路 然后这边呢 刚才说有其中一方 这个女方是Sasha 然后这个卖方这边还一个男的 是一个这个倒霉大哥 就是这个 他也是这个当地稍微有点小势力 然后说这个菲娜就觉得说 可以靠他来帮他们卖这个假钥匙 那这个倒霉大哥呢 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个钥匙是假的 就他就他以为是真的是真的钥匙 然后能赚好多钱 然后就选择帮助菲娜和Sasha他们 然后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 在快要完成交易的时候 瑞斯突然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个钥匙是假的 然后这个两边就僵持住了 正在僵持的时候 一辆汽车突然冲进了房子里 然后一会儿土匪不醒自来 当然土匪也是在跟别人作战 然后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突然冲到了这里 他们选这地方有问题 对 这个地方有很大问题 在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呢 瑞斯拿的这笔钱啊 就不幸落入到了土匪的手中 你看看 对就很尴尬 出事了 对那也没有办法嘛 然后这个交易的双方四散而逃 然后瑞斯呢和菲娜呢 这个这不是趁乱逃跑吗 结果两拨人啊都逃到了菲娜呢 准备用来撤离的汽车上 对就非常尴尬 然后这个车呢 先把车开起来再说嘛 对吧 先离开这儿 然后菲娜呢 他们准备把这个瑞斯杀人灭口 但是瑞斯说呢 说你别杀我啊 这个钱找出来呢 咱们可以对半分 反正我也不想再回海布隆了 我这个事情反正是搞砸了 所以咱们干脆就把这钱分了 到时候这个大家就这个 隔安天命了以后就 然而不幸的是啊 这个瑞斯的行踪呢 其实已经被海布隆公司盯上了 大公司 对 所以他想说我必须要切换一个这个我自己的这个ID信息 切换的方式呢 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拿走了这个中山博士的这个ID卡 说我把他这个ID插到我身上 大家就不会再去跟踪我了 大家也不会在乎这个中山博士 这个小细节有点唐突了 对 然后呢 他把ID就插到自己头上 就是这个瑞斯这个人啊 首先他的这个手臂经过这个机械改造 然后呢 他的这个头部也经过一些这个机械改造 他头部里边有一个芯片 然后呢 他插到自己头上 突然一阵电流从瑞斯的身上穿过 然后他直接就晕了过去 我们刚才说 不是说这个中山博士把这个帅杰克的这个意识给克隆 并且数字化了吗 那他存在哪了 其实就存在了自己的ID卡里边 然后呢 瑞斯还把这个卡插到了自己的头上 这不巧了吗 巧了 当瑞斯醒来之后呢 他发现啊 就这帮人开着车 追着信号呢 来到了一处这个土匪的窝点 经历了一番周折 他们终于是把这个装箱子 装钱的这个箱子给取回来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说这个菲利克斯 就是负责这个抚养 Fiona和Sasha的这个人啊 教他们的技巧 帮他们这个长大成人的这个菲利克斯呢 在受到了这个金钱的诱惑下 突然反水 突然就要拿这个钱跑 然后这个然而呢 很可惜的是啊 他跑了没几步之后呢 想打开这个箱子看一眼 就是这个好几百万的这个钱 到底是什么感觉 然而刚打开箱子 这个箱子就炸了 然后直接把菲利克斯就炸死了 然后钱也没了 人也没了 这个我们这活主角 这个心灰意冷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瑞斯啊 因为这个自己有点这个狮神 在走路的时候呢 掉到了这个地下 掉到了一处废墟当中 那还挺不小心的 对 是挺不小心的 然后就掉到这个废墟当中 然后呢 起来拍拍圣上土 环顾四周 发现这块居然是阿特拉斯 一个公司的旧址 这又巧了 大家还记得 阿特拉斯这个公司呢 就是在所有公司当中率先 最早的 率先在宇宙当中 找到外星人密葬的这个公司 对 然后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发现 说这个阿特拉斯 当时在 找到这个密葬之后呢 他们研究出了一个导航系统 这个导航系统 叫做Gortus Project 然后我们 后边为了这个 比较方便说 就叫这个GP 这个系统是干嘛呢 这个系统意义啊 就是能够帮助人们 找到密葬 并且打开密葬 就阿特拉斯 真的非常的厉害 就是他们通过一个密葬 就做出这么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又能导航 又能直接打开密葬 非常厉害 就这个公司 当然这个公司 由于种种高层变动 什么一些事情 然后就灭了 就没了 没落了 对 没落了 但是他们的科技水平 非常的发展 可惜这个宇宙里 没有龙珠嘛 对吧 这龙珠那大洞来了 对 可惜了 是这样的 然后当他们在 观察这个 GP导航系统的时候呢 瑞斯突然听到一个人说话 跟他说话 就给他讲说 这个是阿特拉斯公司 造的这么一个导航系统 然后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帅杰克 这个为什么会有帅杰克 这不是这个瑞斯 把这个芯片插到自己头上了吗 然后帅杰克这个意识 就进入到了这个瑞斯的大脑当中 然后只有瑞斯能够看到他 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帅杰克 当然那个意识 还是跟之前那个一样 就是那种 就是挺酷 但是无恶不作的那种 对 就是这样一个反派角色 嚣张 对 就特别嚣张 然后呢 这个帅杰克 就告诉他们 就告诉瑞斯 说你们这个导航系统 现在并不完整了 真正的导航系统呢 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叫做Old Haven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New Haven 然后现在还有个Old Haven 这个地方曾经是 阿德拉斯公司的一个矿点 于是呢 那这帮人就决定了说 前往这个Old Haven 一探究竟啊 当然这一路也是这个 充满了坎 坎克啊 因为这个亥伯隆公司呢 还是找到了瑞斯他们 而且最开始被瑞斯 结单的那个高管啊 甚至亲自来到了这个潘多拉啊 想抓住瑞斯 然后在另外一边呢 这个Fiona和Sasha 回到了家里 然后找到了这个 刚才说这个Felix 就是他们的这个养父 留下的一个这个通讯机 机器呢 有这么一段录像 然后这个在录像当中呢 Felix说 其实啊 这个我们 因为前面这个犯的事呢 惹到了一些不该惹的人 然而我们并打不过这个人啊 我们没法跟他这个正面做对抗 所以我为了保护 你们两个人的安全 我可能在之后 比如说突然做出一些这个行为 对 但其实呢 就是可能啊 就他当时想拿钱跑 是为了要保护 保护他的两个女儿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但真的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好说啊 对吧 因为这个 老母亲给自己准备了两封信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潘多拉心上的人民吧 就没有什么这个很单纯的人啊 对 大家都是这个自己得留一手 然后呢 几经周折 反正也是啊 然后这个 这帮人呢 终于又这个 重聚在这个Old Haven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GP 这个导航系统真正的所在地 嗯 到达这块之后呢 海布隆的高管和最开始说的那个倒霉大哥啊 突然杀到 就这两拨人现在又联手起来了 因为他们这个都想抓住Race和Fiona啊 然后想要把这个钱绝即有 然而呢 后来他们发现啊 这个钱不重要了 因为这个钱炸没了 已经啊 这个钱没了 然后他们发现在Race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是一个导航系统 这个导航系统呢 有了导航系统 我们就可以找到密葬 并且打开密葬 那这个玩意更重要 所以我们想要抢夺这个东西 然后呢 刚才说的这个倒霉大哥啊 他还不是这个 这个潘多拉星球上这个 这股势力的头 那头是谁呢 是他妈 对是他妈 然后他妈是一个这个当地舌头啊 然后这回呢 就连他妈也出动了啊 就杀过来了 想要抢夺这个GP导航系统 然而呢 我们的这个Race和Fiona 这很聪明啊 一个是 亥布隆的这个员工啊 很有野心的员工 然后一个是这个这个 行片艺术家啊 两个人 就这帮人通过一些方式 逃过了一劫啊 就这个又 又又逃出了这个 这个这帮人的控制 然而呢 刚刚虽然说逃出了这个 亥布隆高管和那个倒霉大哥的控制 然而这个 倒霉大哥他妈不是来了吗 他妈其实在外边守着呢 对 然后之后直接就这个 又又把我们这拨人给抓了起来 然后就说 说只要你们告诉我 这个你们找这个东西在哪 你们就这个大家相干无事 你们就该该该该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啊 我们就这个大家这个这个个安天命就继续 然而呢 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舌头呢 不是想要这个杀掉他们 并且问他们这个东西在哪吗 突然啊 飞了一个盾牌 就就就对 对对 就飞了一个盾牌 然后呢 就把这个舌头给打退了 然后一名女子啊 从天而降 嘉宾骑士来了 这位女子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雅典娜 刚刚不是说这个雅典娜又过上这个赏金猎人的生活了 突然杀到啊 把这个舌头给打跑了 把这个舌头和这个这个什么海布隆高管啊 全打跑了 然后呢 雅典娜告诉这个 这么猛啊 对 就是强嘛 因为他他也曾经是这个阿拉斯旗下的这个 这个 傭兵团的这个最强的刺客之一 是 对 然后呢 雅典娜告诉这个菲娜娜和莎莎是谁 派他来呢 是菲拉克斯花钱 跟他说 说你要保护我的两个女儿 哦 对 何时有呢 何时支援 对 对 对 是这样一个事情啊 所以说这个菲拉克斯到底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想要把钱据为己有呢 就更不好说了 到底死之前给自己留了几封信 这个事情就复杂了 对 然后呢 他们找到了这个GP导航系统嘛 然后经过一番那个摸索啊 启动了这个系统 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一个小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特别可爱 跟潘多拉星星上的所有机器人都不一样啊 说话声音特别可爱 然后也那种特别天真浪漫那种 跟小孩似的啊 对对对 然后呢 跟小长长那种大傻子一样 完全不一样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 机器人就跟他们说啊 说我可以带领你们去寻找 并且打开密葬 然后呢 在找这个密葬之前啊 我需要两个这个情话部件啊 有这个情话部件呢 我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这个情话部件呢 分为这么两块嘛 一块就在潘多拉星球上 而另外一块呢 恰巧就在海布隆的卫星上 那更巧的是 这个在哪呢 就在帅杰克的办公室里边 对 当然帅杰克已经死了嘛 当然这个办公室还在啊 说我这个零件就在帅杰克这个办公室里边 然后呢 那他们决定呢 先从近的开始找呗 说那我那咱们就先找这个 潘多拉星球上的这个情话部件嘛 虽然啊 这个刚才说这个舌头被打退了 但其实呢 舌头和他的小弟还在这个跟踪他们 就在他们拿到这个潘多拉星球上的情话部件 准备撤离的时候呢 一发火箭弹突然从窗户打到了他们所在的屋子里啊 然后就炸了 然后大家这个又是四散而逃 舌头再次抓住了瑞斯他们啊 然后这这次呢 舌头带来的不光有自己这个小弟 身边还多两个人 这就这两个人啊 其中一个人这个身高八尺 一身腱子肉 然后另外一个长得不太起眼 但是手持一把狙击枪 这个不用多说也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布里克和这个莫迪凯 对 然后为什么他们俩会来呢 因为这个舌头啊 跟赤毛拥兵团达成了交易 也就是说跟莉莉斯达成了一个交易 莉莉斯想抓雅典娜 然后呢 舌头想抓这个瑞斯和菲娜娜啊 说那咱们两拨就这个合作一把 对吧 我们各取所需 莉莉斯为什么要抓雅典娜啊 这个咱们放在后边再说 很奇怪啊感觉 对 这个反正莉斯想是把这个雅典娜给抓走 当然这个我们的主角团 因为不是什么这个密葬猎人 都是这个骗子和这个员工嘛 当然不是这个对方这个初代密葬猎人 和这个黑帮的这个对手 很快就这个败他这来 雅典娜被布里克和莫迪凯给抓走了 然后瑞斯一行人呢 也被控制起来 当然这个舌头并没有选择 直接杀掉瑞斯这帮人 因为他们想要 他们真正想要的呢 其实就是打开这个密葬 所以呢 他们需要主角们啊 前往这个亥布隆的卫星 帮他们找到最后一个这个强化部件 到时候你们找到之后呢 这个密葬打开 这个密葬归我所有 我到时候杀不杀你们 就再说了 再说 对 他就想开这个车改造成火箭 那么帮他们做这件事的人是谁呢 有这么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叫做斯普林斯 也就是雅典娜的妻子 雅典娜的女朋友 这个可以帮他们做这个事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Scooter 大家就在这听上这个名就可以了 这个人其实伴随着我们 也走过了很长一段旅程 走了好几代的 对 这大哥是干嘛 就是因为这个干汽修的 就对于这个汽车 对于机械 非常的 有研究 有研究 老汽修师 对 就组装汽车 什么的 得心应手 对 就是轻而易举的 能给你拼辆车出来 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大哥 对 就特别搞笑 然后呢 这两个人就帮助他们 造了一艘火箭 说你们做这个 就可以去这个海布隆的卫星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 瑞斯他们啊 就很快就来到了这个海布隆的卫星上边 然后也是经历了这个 这个一番这个 怎么说呢 就说是吃那是快 反正就到了 对 就经历了一番阻碍啊 他们到卫星之后呢 很快也找到了这个强化部件 在就在帅杰克的办公室里边就拿到了 但这时候呢 帅杰克这一路啊 其实都在这个瑞斯的大脑里边 跟他有一些沟通啊 就时不时的这个调侃他一下啊 然后可能偶尔再帮他一下啊 什么的 这时候呢 帅杰克突然展现出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虽然他这一路都在帮助瑞斯来到这个 海布隆的空间站 那来到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帅杰克希望瑞斯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 海布隆的这个网络当中 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再度 这个掌控 掌控我这个卫星啊 除此之外呢 虽然帅杰克的意识已经进入这个卫星当中 但他还不满意 他想要一具真正的这个躯体 他发现瑞斯特别合适 因为瑞斯的这个大脑经过改造 如果我能直接把我的这个意识再强化 再存储到里边之后呢 那这个躯体就归我所有了 那他想要占据这个瑞斯的这个躯体 然后呢 经过一番打斗和反抗之后啊 这块特别搞笑 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帅杰克把瑞斯捆在了自己的椅子上 自己的那个老板椅上啊 然后瑞斯就跑不了了吗 然后这个帅杰克这个桌面 这个办公桌一打开 然后出现了几个设备啊 然后说这个设备可以把我的意识 输送到你的大脑里边 然后取代你的意识 然后这个瑞斯不是跑不了了吗 然后他稍微挪动了一下 发现这个椅子底有滚轮 然后 因为是那种老板椅 滚轮嘛 然后他就蹭这个滚轮 然后然后就跑了 蹭着滚轮就跑了 特别搞笑一个事 然后就是本来这个面面周到 结果呢有滚轮 就大家知道就是 无物质力这个游戏的调性 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胡闹的 就本来特严肃一个事 然后总是以这种 很搞笑的方式给解决了 然后这个帅杰克没能抓到瑞斯 然后瑞斯拿到这个前化部件的 这一行人呢 就顺带就摧毁了这个太空站 因为他想让这个杰克毁于一旦 不想让他在这个威飞走打了 然而呢 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啊 这个舌头和他的小弟啊 突然就背叛了这个主角 就直接把这个GP导航系统给抢走了 然后就坐飞船跑了 因为这个对舌头来说 真重要是这个导航系统呢 瑞斯这帮人的死活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也随其工具人 对 所以根本不需要再带他们回来了 然后眼看这个空间站 就要在太空中这个解体了啊 这个情急关头呢 还记得故事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瑞斯因为被这个土匪团团围住 而召唤了一个海布隆的武装机器人 又来了 这个机器人其实一直在跟着他们啊 就保护他们的安全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机器人选择牺牲自己 把瑞斯他们送上太空舱 对就是这块还挺感动的 你知道吗 就一个说话没有任何语气和情感的机器人啊 选择牺牲自己 然后把瑞斯他们送上了这个 后来那一代COD 仿佛也一代提醒 对对对对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Eason牺牲的机器人 对就牺牲的总是这个机器人啊 对对对 然后呢 瑞斯他们坐着这个逃生舱 就离开了这个正在瓦解的卫星 然后回到了潘多拉星球上 然而他们刚落地 这个海布隆的这个卫星呢 也随即坠毁在了潘多拉上 然后这个卫星呢 也终于就消失了 所以大家在玩后边游戏 往天上看就看不到这个卫星了 对很可惜 因为他已经坠毁了 然后返回潘多拉之后呢 帅杰克也看到自己的计划被破坏了 然后这个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然后又这个跟瑞斯说了一些话 说这个应该如何 真正的成为一个就是 领导者 领导者 对对对 然后这个瑞斯还有点被打动了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 帅杰克又一次 摘出了自己 这个最真实的这个面目啊 他还想控制这个瑞斯 然后这个时候他 他也没法这个取代瑞斯来获取这个躯体 那他想办法就是我要杀了你 对 然后就你 你毁了我 那我要杀了你 对 然后呢 报复 他就报复 然后他就控制住了这个瑞斯的这个机械手臂啊 想想这个瑞斯把自己给掐死 这是一个事 然后呢 瑞斯呢 就忍痛啊 扯下了自己这条机械手臂 并且呢 把自己在 在这个 头部啊 直入这个芯片给挖了出来 直接就 然后呢 因为帅 帅杰克只是存在于这个芯片当中啊 所以就相当于是这个帅杰克被囚印在这块芯片里边 然后呢 瑞斯把芯片扔到地上 一脚给踩碎了 你说这个太赛博了也不太好 你装个手机 不就啥事没有啊 然后 帅杰克这个克隆的意识也就消失了 又再次消失了 再次消失了 对 然后这个帅杰克就离我们而去了 又离人而去了 对 再次离我们而去 对 然后这个舌头这帮人不是带着这个导航系统也回来了吗 然后呢 这个被强化这个GP机器人啊 就打开了密葬 然而呢 这个密葬刚刚打开 舌头刚想这个放声大笑呢 突然就被从密葬当中出来的怪物给杀死了 就是这样 就非常快啊 直接就白白了 对 因为这个所有的密葬当中都藏着这么一个守护者嘛 一般都是这种畸形怪状这种大怪物 克苏恩 尤格萨龙 尤格萨龙 对 等等这种 然后呢 这个舌头死了 但是这个怪物呢 还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呢 还在这个摧毁着帕多拉星球 然后呢 这个GP机器人啊 就请求瑞斯 他们说 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给毁灭 只有我毁灭了 这个密葬才会被关闭 这个怪物才不会继续摧毁帕多拉 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 瑞斯他们就拿起了一个这个火箭发射器 然后在这个反复的思考之后呢 忍痛扣下了扳机 然后随着一片白光闪过 一切又重归于瓶颈 是这样一个事情 又扣动扳机了 又扣动扳机 总是这个扣动扳机来推进这个故事 这就是这个西部生活 对对对 都用枪手画 这个地方都是 事情这不就这个告一段落了吗 就结束了 然后费尽这帮人 我们这个瑞斯啊 Fiona啊 Sasha 还有瑞斯的朋友沃恩啊 费尽千辛万苦啊 结果一无所获 那么那没什么办法 还转一圈 对就白转一圈 我们那就这个原地解散吧 我们各奔东西各安天命 对 生死有没有复位在天 一期出现了三四次各安天命 对 对就是大家就是由于一个目的聚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目的最后不管达成没达成 反正就都散了 散了 对散得也太快了 好歹生饭比如油什么的 没有就直接就散了 朋友一场不容易 然后他们散了之后呢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瑞斯的这个朋友啊 沃恩啊 就成了这个亥波隆幸存者的领袖 因为这个虽然卫星掉来了 但其实还有很多幸存者 就是这个亥波隆的员工也生活在这个潘巴星球上 那他们其实也不是什么真正说这个坏人 十恶不赦的这个坏人啊 他们只有他们就只是很普通人想继续活下去 那沃恩呢就成了他们的领袖 他们造了这么一个这个聚集地啊 说我们这个接收所有的这个平民 所有的这个生还者 然后继续过上这个尽量正常的生活 然后这个瑞斯呢 在这个亥波隆卫星的这个废墟里边啊 又找到了这个帅杰克的这个办公室 然后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呢 其实除了刚才说拿到的这个 GP导航机型的强化部件以外呢 其实瑞斯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阿特拉斯公司的一份合同 这个合同代表什么呢 其实早就已经代表帅杰克 是阿特拉斯公司的拥有者 对就虽然我们之前说 阿特拉斯公司已经没了 已经灭了 但其实是帅杰克在后来 把这个公司给买下来了 他既是亥波隆公司的CEO 他其实也是这个阿特拉斯公司的拥有者 当然这个公司现在也没什么发展 也没什么发展 就收购了一下 对反正给买了 就买着玩 然后瑞斯呢就把这个合同给拿走了 现在就相当于是 他是这个阿特拉斯公司的拥有者 当然这个事听着就不合理 你不可能说你拿一张纸 就能代表你是这个公司拥有者 当然可能在帕拉拉星球上是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 谁拿着合同谁就是 对 对是这样一个事情 算是可以给自己准备了好几封信 我觉得 对 然后呢刚才我们说 这个不是还有这个Fiona和这个Sasha吗 然后他们也回归了自己的生活 可能接着这个行李片之类的 也没什么太出彩的地方 然后某一天呢 瑞斯突然这个电话上收到了一条短信 说这个Fiona给他发来了 说想要再见面 然后瑞斯就很好奇 然后虽然好奇 但也带着一些其他很复杂的情感 但是他觉得说我还是去见一见 瑞斯照着这个消息 就找到了这个Fiona的所在地 然后这时候呢 突然被一名神秘人绑架 然后被绑起来之后呢 瑞斯发现同时被绑架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Fiona 然后他们两个被绑了起来 然后上边我们说的所有故事 其实是他们两个人 跟这个神秘人自己讲的 对就是这个神秘人把他们俩绑架了 说你们跟我说说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之前那故事讲了一点 对你跟我讲讲 然后他们俩就一个人一个人就这么着讲 然后讲时候还自己加点那种 英雄色彩在里面 然后说自己当时有多酷 对就是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 哎 故事说到这 这不是最后就讲到说 我们把这个GP机器人给摧毁了 然后密脏关上了 那故事讲这就讲完了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本来以为啊 这个神秘人要把他们杀掉 但是并没有啊 这个时候神秘人呢 摘下了自己的伪装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谁呢 他就是当时在亥福龙卫星上边 牺牲自己拯救瑞斯的机器人 莫科 对 他其实就是那名机器人啊 他在这个 这个 也同样在这个卫星坠毁的这个事件当中呢 幸存了下来 然而当他起身之后看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瑞斯他们用火箭发射器摧毁了GP导航系统 然后 对于这个机器人来说 对于这个亥福龙的武装机器人来说呢 他生平啊 也不能叫生平吧 就是从被激活到现在来说呢 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背叛 对就是他以为 也是自己的同伴 对对就是他以为是瑞斯他们要杀了那个 对对对 要杀了那个GP导航系统 然后他就 所以他就绑架了这两个人 然后进场 然后就问他们 对 然后就让他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当然经过这个一番解释嘛 这个机器人也弄懂这个来龙去脉啊 当然也不是说你们这个背叛了他 你们是这个当时这个 保护星球嘛 对 为了保护攀发星球 所以才出此下策 然后呢 这个这个机器人就提议说 我们把这个GP这个导航系统呢 进行重组啊 然后把这个密葬中的怪物呢 释放出来 然后凭借我们重的力量将他打败 一劳永逸啊 因为这个密葬在这呢 他一直就是个威胁 如果后边还有人再打给他 那这个怪物再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也同样非常的危险 机器人好勇 正义的使者 对 正义的使者 这个机器人就特别的正义 总之 然后呢 这个最终决战这个场面啊 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给大家大概描述一下 就是如果你玩过无日理 你知道你打开密葬之后 这个怪物出来呢 往往都是我们举着枪啊 对吧 就跟他这个周旋就打 那这一次这个 因为我们的主角都不是密葬猎人 不会用枪 对 也不怎么会用枪 那怎么打呢 就是这个GP这个导航系统啊 它是一个小机器人嘛 在强化之后呢 当他见到密葬时候 他会瞬间变身成为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就是阿拉斯公司 其实已经预见到了所有这些事情 就是他们知道怎么找密葬 他们知道怎么打开密葬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打开之后怎么打败这个怪物 所以他真的非常厉害 GP都能干得了 对 就是光一个这个小机器人 就全能干了这个事情 太狠了 对 然后这个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然后跟那个差不多跟那个怪物一样高 对 就突然变成了一个这个特赦片 对 然后呢 因为这个机器人被激活之后 也没经过什么这个再培训 所以他也不知道该该怎么打架 所以瑞斯一星人呢 就进入到了这个机器人这个操作系统当中 然后就控制着这个机器人跟那个大怪物就打了打去 打的这个有来有回的 当然也是最后 3D特赦了 对 突然就3D特赦 然后就这个机械哥斯拉大战哥斯拉 就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就打了 人者兵父侠 对 就那意思 对 然后最后呢 也是这个给打赢了 终于是 这个众人呢 非常的开心 终于是 也算没有白忙活 虽然中间又隔了很长时间 当然这个最后我还是把这个事情给了结 给搞定了 别了结了 密葬里边出现了怪物被打败了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密葬 真正找到自己的这个宝贝 看看到底是什么 然后瑞斯和菲娃娜就进入到了密葬当中 然后打开了一个神秘的宝箱 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 一片白光闪过 故事戛然而止 结束了 所以整个游戏就没说过密葬到底是什么 在三代里其实有了 因为你开了好多个 三代解释挺清楚 其实解释的非常清楚 然后我们所想讲的故事 到这就搞一段落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小结尾 刚才我们说这个赤矛不是和这个舌头合作吗 然后打败了我们的瑞斯菲娜和雅典娜 然后布里克和莫尼凯把雅典娜给绑架走了 绑架到哪去了 就绑架到了这个避难所 然后利斯把雅典娜就绑起来了 然后周围站满了赤矛 雅典娜士兵就拿枪指他 然后利利斯就问他 说之前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因为利斯为什么认识雅典娜 就是从无物质力前奏当中认识的吗 因为他们不是有过合作吗 他们去救帅杰克 去帮他做一些事情 然后利斯就跟他说 这个事情是这样 这样说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前奏当中的所有故事 对 就是我们怎么认识帅杰克的 然后他最后又干了什么 就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很快 雅典娜把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然后利斯说 那行吧 你故事讲完了 你也该死了 因为当时你是帮助帅杰克的 然后帅杰克又杀了罗兰 杀了我心爱的人 报仇 所以你也得死 然后就下令赤猫运木团 对吧 预备 瞄准 射击 咚咚咚咚就射击 然而呢 雅典娜就把眼睛闭上了 然后过了一会 他听到这个牵场之后 他把眼睛睁开了 然后发现自己并没有死 所有的子弹都停在了自己的面前 非常神奇 就跟黑客帝国里边 尼奥用这个能力一样 所有子弹都停在自己面前 魔女 然后所有子弹都掉到了地上 然后在场所有人都非常震惊 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高大的这么一个人 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起内哄 因为你们以后还会面临到更大的威胁 所以你们要召集所有你们能召集到的密藏猎人 这个人是谁 是一个外星人 外星种族的使者 然后他就来了 跟他们说 说你们以后还要在齐心协力 打败更强大的邪恶势力 也是正义的使者 正义的使者 然后所有的故事 在三代以前的所有的故事 就结束了 就终于就结束了 那什么时候讲三代的故事 三代故事 我觉得很多朋友因为还没有通关 所以现在讲也不太合适 很多朋友可能为了听前面的故事 特想听 特别想听 但我已经开了三个档都通关三次了 三代故事 很多人觉得也不是那么好 是吧 网上现在评价的话 大家觉得就一般 但是游戏实在太好玩了 对不起 实在太好玩 太爽了 对 然后我最后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无日理传说这一代作品 它这个故事 真的跟之前的风格 有很多时候都不太一样 重演出 对 就非常主动演出 而且它在这里边 居然会经常会有些 让你很感动的小桥段 就是那种 热泪盈眶 对 热泪盈眶 是吗 真的 鸭汉柔情 你玩前面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这种感觉 代入感强 就是拿枪打来打去的 CG里面我们就是当工具人 对 在CG当中都不会登场了 这么一个事 对 但是 这个事情我们得说一下 Gailboss怎么回事 就做预告时候 做了很多 我们用了角色的CG 做特多 特好看 然后 游戏里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什么事 这 说不过去 所以 还确实是 所以如果你没有玩过 无日理传说 还是推荐你去体验一下 或者你就在网上直接看 9小时全流程 就当电视剧看 你说完之后特想玩 反正手机上也有 可以买 对 手机上是有的 对 然后它只有一些很简单的操作 比如说QTE 或者左滑右滑 这种 其实就是丧尸 那叫什么 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 对 然后什么 人中之狼 人中之狼 特好玩那游戏 然后 刚才还想说一点 就是我所讲述的 无日理传说的故事 是我当时玩出来的结局 这么一个顺序 那老师给你指的正点 你知道吗 对 因为它之间有很多选择的桥段 你选择桥段不同 其实故事有些区别 甚至包括最后谁活着 谁死了 都会有些区别 但是我讲这个 是我当时玩这个顺序 我讲这个是 发生这些 这些事情 然后谁活了 谁死了 但也不会影响三代的 对 其实不太影响 对 其实不太影响 因为结局是差不多的 是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推荐 各位朋友去亲自体验一下 这一部作品 但我还是觉得咱再录一期 把三代的 连录了回头 特别想听 但一整期都讲三代 那就只能讲的特别细致 就没那么多 对 因为其实说白了 无主力的故事 如果我想讲的快 那就五分钟讲 就是谁干了什么 然后最后开了一密葬 对 谁跟谁见面了 开了个密葬 谁死了 三代 三代看看情况 再稍微等一段时间 等大家都差不多通关了 然后我们看看 能不能录一期 给大家讲的稍微细致一些 我把我喜欢的决策 都加到这个故事里边 加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一等就是好几年 对 好几年 然后等到四代出来 把三代故事讲 可以 行吧 那这个无主之力故事节目 这个终于就完结了 上期下期都已经录完了 特想听DLC的 DLC故事 其实没有太多为这个剧情服务的 往往是塑造这个角色 所以就塑造某一个角色 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 然后得给他讲一下 他身上的故事 虽然完结 但还是想听 所以请考虑一下 是 那行 那考虑一下 然后那行吧 这期节目差不多到着了 希望大家节日快乐 赶紧通关五日第三 开启二周目 开启后卵三 大家刷起来 行吧 咱们就下期加留story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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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